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就讲一下一连串的竿争之下 即是讲一些与经济有关的事情 即是对经济的影响 如果讲经济影响 我们第一人想就一定是想雷鼎明 因为他最喜欢计算佔中 对香港经济损失了几千万 我心想现在是你最好的机会 恒指跌了多少 跌了两千 如果是三万跌穿二万七 即是三千多点 GDP今年的数字一定差 你为什么不去说 这次一连串的抗争 一定是对经济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这个香港之耻 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不说 你觉得呢? 我不知道 我其实一直有看他写的文章 他现在着力去说 写多些政治的东西 主要就是说政府应该如何处理 他很英英 他现在的说话 他觉得是 经济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政治才是最重要的 我用经济也是讲政治的 因为影响了那么多GDP 所以你就不应该做这件事 你这个团队的经济学者 你应该是这个角度 他可能会觉得 譬如说之前讲到 他多支持 就算不是说 搞放军来香港杀人也好 他就是来威胁 震慑那些人 但是他没有说 究竟如果真的出了搞放军的话 对香港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呢? 他没有什么去说 就说应该要平了 即是他变了一个政治KOL 他原本是经济学 是KOL 其实可以用经济的角度 不是 如果搞得这么乱的话 可能对经济的影响 是很长远的 反而是一刀切 即是有一个强硬的执法的话 可能短期内有少少陈痛 但是长远对香港的经济 是一个好时期 他可以这么说 但他没有用这个论述 我觉得首先 我要挑战Henry出去 即是做股票 一些人很market sensitive 而这些人很反对 即是你讲来 那天跌三千多点 喂! 每年都有跌三千多点 我的意思就是 当日佔中 不知道跌了千多点 雷鼎明已经叫救命 蒸发了多少亿 蒸发了多少亿 今天跌了三千多点 你没有理由不出声 我们一般人 我们觉得完全没有影响 尤其是很多无产阶级 甚至没有股票 但这个问题就是 你雷鼎明 当时这么关心股市 和占中资的关系 今天为什么会在这个抗争 运动和股市 可以绝对灌勾的时候 他会保持针脈 这个就是我认为奇怪的地方 純从数字来说 即是无论占中 或者今次抗争 他对于股市的影响很小 很小的意思就是 这种波幅 这种状况 是常常发生的 我不是觉得 但当然成交移缩也很重要 但成交移缩也不是在抗争上 抗争之前的成交已经是很惡搞的了 所以也不是影响很大 所以其实这个政治运动 如果是纯从一个历史长学来说 或者是以前来说 六七七几 或者是支廉八几 那些是很小如科的 当然可能今天就是小如科 今月今晚又大八大解放 成这样的事情 现在尤其是你和六七比的话 是一两样的 和六七比是一个比较 是不是很小如科呢 我想慢慢的人觉得 其实是规模 又或者是持续性 已经慢慢可以和六七比较 对整个社会 现在是暴消死人 是的 或者趋势的人会觉得 要走向那种方向 但另外一件事 真的是难比的 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 又是中美关系的时候 你变成背景是这样的时候 一方面它有另外一件事在发生 另外一方面就说 究竟中美的冲突 对今次香港发生的事 会有什么的做法 会不同了 所以可能是会有个 就算放在一边 当是两个独立发生的事 但对经济的影响 就会混在一起 就不容易去分得开 究竟哪样东西 譬如他刚刚 特朗普又说 加那10%的关税的时候 那对美国经济会有影响 那就是可能林鼎明 是有学者来参 如果我这样计算 加上中美贸易战的因素 很难抽得出分得清楚 不如就不要说 直接说加冒均算 虽然有这个困难 虽然有点来看 但我仍然觉得 都要看一看 即67的时候的状况 和这个根本分别 其实是这样的 为何六七会发生暴动 我们讲过真正原因 其实就是整堆左派 在香港盘船了很久 很久了 因为在五六年的时候 更加厉害暴动 其实五六年是更加死人多 在五六年的时候暴动 把全部香港右派削平了 即左派已经没有了对手 之前是对手的 现在没有了 即是核生态 然后他只要斗到国家政府 他就来到特首 所有事情他们市长都做了 即是他们有一个诱因去做的 即是67的时候 其实你一旦赶走国家政府 那些土共 是可以立刻在香港掌权的 但是现在香港 我想 而且那时候英国很明显是不可以搜的 大家知道英国人是不能搜 不能搜在香港的 所以他一来来 只要中央受限 大军帮手 打开头 就可以 哇 搶千搶女人 很开心的 OK 整件事是可以这样的 即是解放香港 没错 但是香港今时今日 你并没有一个 推翻香港政府的那麽大的利益 也是背后的解放军 也是在后面 所以实际上整件事的本 我不敢肯定 我不预测将来是什麽 我只是说整件事 那个反政府运动 那个实力和本质是不同的 但是有冲突有混乱的期间 对市面消费的影响 是不是很少的事呢 你觉得 我认识 我解释一件事 就是 你现在 无端端被砍一刀 很痛 我现在入医院 很差 但是护士会来看 你下小时可以 慢慢来 但是你来说 刀是你受的 那你就觉得很痛 如果我们从你屎来看 或者从什么来看 就很小时 但是在商户来看 就很大事 你被人拔了刀 你肯定不痛 但是问题是 你从什么角度来看 我想首先是这样 因为好像过了很久 由6月9日到今天 播映的时候 都是两个月 两个月 对于生意的影响 虽然你说是立即见到 但不是那种很延续的状态 很难去说消费态度 是不是因为这样转变 另外又有一个很大的 就是大陆游客便会少了 对啊 你感觉上街道真的少了 还有说普通话的人是少了 尤其是近半个月左右 所以你说消费差了 有多少是直接 因为有很多人抗争 搞到我们没有心情 又或者因为好像 香港很乱 游客少了 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认 但实际可以肯定 接触到那个感觉 就是你去餐厅吃饭 就是讀位容易了 甚至乎不用讀位 还有我知了几次 平日晚上去酒楼 近乎包场 是 现在的酒楼 我都说了 我举个例子 某间酒家 我原本吃的那一餐 就是牛柳骨加龙虾 就是398 你知道吗 这个是我四个月前去吃 接着我早前去吃 就是牛柳骨加龙虾 再送多一碟烧鵝 都是再减50元 就变了三四八 这个令我想起 令我想起 就是几个人吃 但令我想起 就是沙士 那时候 越吃越划算 那些东西 起初就说 98元任食 吃火鍋 接着又送海鲜 接着又有点心任食 你最敏感的就是饮食 尤其是一些比较贵的饮食 当那些人是没有心机去消费的时候 最大的影响就是这些 我说一说 在做今天的节目的半个小时之前 有一个人跟我说 实在太好了 王大仙从来未试这么少人 不过鸡蛋仔又不用排队 真的有个人跟我说 我都不知怎样 你这些真是 你这些真是 你这些真是零不舍玉尾 但是你说 有多少是直接跟冲击有关呢 是 因为你这样说 你很难说 最坏是你们搞完香港 搞无人消费 因为现在很多那些 蓝丝、建制派的批评就是 你们冲击那些街道 搞那些街道 落习 做不到生意 这个就是对经济实质的影响 但他不明白 没有提到的一件事就是 你整体社会那种很消极 很没心机的气氛 是影响了很多人的那种 当然有一些可能是正面的 我现在有很多朋友 就决定是 最近都不去旅行 因为他发觉 去了旅行 他还是要追回香港新闻 然后又觉得 好像不在香港 心不舒服 他们订了机票 没办法照去 没订机票 短期内 他们都不会去策划旅行 我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但是整个气氛的感觉上 就是这样 你觉得现在香港的经济 将来预测 究竟这个情况 会是怎样呢 他刚刚出了6月的消费数据 是差的 只不过也是刚才说的 你和去年比 和之前那几个月比 问题是 始终会混合中美物战 它不断加关税 上面的影响慢慢会浮现的时候 因为我有朋友和我说 上面的状况越来越差 这些状况越来越差 那不是那么容易分得开 有多少是 你都可能是真的 你採逃犯条例的时候 搞得这么差 对啊 对啊 你採逃犯条例的状况 大家没有知道 对吧 你不知道 总而知道 之前已经坏了 当然你肯定是坏了 问题就是 如果坏了的数字 是insignificant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肯定 今次的运动 是一定整差了 问题是 如果整差的数字 是insignificant 那你就不是 因为之前已经坏了 不是突然之间 看到contract 如果可能 你之前的影响是50 你现在的影响是10 你影响就算是很小 你不能说 一间店铺 影响生意 都叫影响到 但问题 我怀疑 算不算影响很大 这个是 从来未好过 今年何时好过 这几年何时好过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问题 当然 另外一件事 很多都是心理作用 我经常都说 这些经济不好 但我听经济不好 从2003年开始 到现在都未停过 因为经济好的时候 你会骂第二件事 现在这么困难 吃东西都吃得不安乐 街道又这么困难 到街道舒服一点 现在经济不好 这些通常都是伤不好的东西 忘记好的东西 其实都是很常见的 其实心理是好一点的 但是看看 会不会遲些 就业市场不会有影响 未去到这一段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用就业指标 请人的广告仍然未停止 对 这些东西未停止 但你又要想想 一件事 可能以前的overemployment 实际上太严重了 即使现在经济差了 可能请人的东西 仍然是没有怎样移动 其实是很低责的 一路都不够人 但问题就是 我见到金融界已经很麻烦了 很简单 你去到今年的暑假 即7、8月 究竟会不会有很多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 这就是最明显的指标 这就到此 好